嗨 大家好 又是雅丁姐姐来了 今天分享一个什么呢 就生孩子之前 生孩子之后身体的变化 首先是我们外形的变化 孩子是要靠妈妈来吸收营养 但是呢 也不要特别的暴饮暴食了 其实你们再饿也要少吃多餐 因为孩子再长 他只能长他那一部分 到20斤到30斤 就是让我们的体重增长的一个范围 剩下的就都是你们自己吃的肉了 不要我孩子叫赖 所以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嘴巴 是有营养的 而不是吃很多的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认身纹 认身纹这个 它其实应该 我自我了解是这样 它有很多种 一种就是它是遗传性 如果你的妈妈有 你也会长 还有一个是不足以保养的 也是很容易长认身纹 我自己其实好像 之前有教过大家一些方法 首先一就是那些认身纹 油啊 乳啊 一定记得涂 孩子呢 我自己推荐就是大品牌 都可以 前期你可以一天涂一次 一天涂两次都可以 后期只要你发现一样就涂 千万不要买指甲盖去挠它 一挠就是一道啊 而且我告诉你们 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它就会变淡 但它不会完全没有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皮肤 不然就跟着一辈子来 还有什么呢 疤痕 因为我就是这个疤痕 泡完以后 小心处理这个疤痕 不要挪动性太大 该用的除疤霜啊 除疤膏啊 除疤贴 只要你不过敏 你就一定要用这些 一定要勤用 我就是个反面教材 因为我就是蓝 所以我到现在这个疤痕 没有办法太好的去解决 很多医疗技术呢 也是可以帮我们 改善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不能说全部解决 但一定可以改善的 我们会想到解决的方法呢 只要你们现在 对自己好 爱惜自己 爱惜孩子 后面的事情都可以解决 就是这样 再见